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久違的空姐系列又來啦 空姐到底要怎麼追? 這個問題呢 大家已經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四個最瘋狂空服員追求者 其中裡面三個就是我自己經歷了 第一種 這一個算是還OK 我們現在是還有在聯絡的喔 他是香港級的加拿大人 每次都會坐在頭等艙 因為他蠻常飛溫哥華回香港的 他每一次一定都會坐固定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飛過五年以上的空姐 打過商務艙頭等艙的 應該都知道他是哪一號人物 自動公司都會把位置留給他 或者是他沒有買到那個位置 公司也會幫他換成那個位置 但他很酷的地方是 他完全不是說 呃油嘴滑舌啦或怎麼樣 他懂非常多東西 只要你能聊的他都可以跟你聊 甚至於他可以開啟更多的話題 只要大家知道 這一班機有他 全部的空姐都會非常的開心 他的評價就是人非常好 非常親切 然後非常的大方 他就是走那種貼心男 一上飛機 就會跟大家虛寒問暖 然後一定會帶一些小禮物啊 或吃的東西 然後全機發下去 只要到了目的地 他都會請空服員們吃飯 他就會派車去接你們 到那個吃飯的地方 他每一個人都會準備一個小禮品 他就會選一個有代表性 又有意義的精品 然後吃完飯呢 他又會幫你安排喔 溫哥華喔 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喔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是因為天女 然後認識到這個人 他就比較多跟我聊天 那時候我有對 像我也有跟他說 有一次我覺得 最誇張的是什麼 他猛烈追求法的 那種就是把你家人啊 三間伯啊 三間伯啊 三間公啊 全包了你知道嗎 你有早餐 你身邊的朋友一定有早餐 我記得有一次我覺得 記憶最深刻的就是 他剛好那天要回香港 他說 你們要不要出來吃飯怎麼樣 很nice喔 吃完飯之後 他就說 好走吧 我們去 shopping 你們喜歡買什麼 你們去買 當時我們在園方逛街 然後你們在這邊想說 一定想要包包換包包吧 他就是真的想要了解你 然後對你身邊的人好 就我在那一兩個小時內 光我一個人喔 刷了快一百萬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會 對身邊的人都是這樣子 他就說 現在我給的 了的東西我就 ok 因為做生意很難講 有時候風雲變色 哪一天我就沒有辦法 這樣過生活 所以我想要這樣過 第二個就是我工作 非常非常的忙 我喜歡有時候有朋友 陪我聊聊天 陪我吃飯 可是他自己心裡 是對一個女生 心有收入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 我看過很瘋狂的東西 兩三個小時 花一百多塊 我是有 那你就不用講 但第一個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到那種可怕的程度 下一個我們俗稱為B先生 這個感覺是有一點點給他那麼的不舒服 這個B先生是台灣人 然後有一次呢 我在飛亞加達的時候 我剛好打商務艙撞到他 雖然公司覺得說 我們訓練你就是你要用英文跟客人對話 但是我好像看他在起飛前 在跟人家講電話 是台灣的口音 所以我過去的時候 我就用親切的台灣 強調問他說 B先生你好啊 歡迎你登機 那今天我們有什麼什麼什麼 就稍微跟他聊一下 然後他覺得我非常親切 然後笑容又 剛剛我們B先生的名氣 並沒有我們A先生的名氣這麼大 但是飛機上的阿姐也是知道他 因為我們都有那個PIL 所以能讓我們國泰 差不多有1萬多個空姐 知道這個人是誰的話 其實他應該是飛的滿情的 好啦 我就跟他打招呼 講完話之後呢 親切啊 希望下次可以見到你啊 可不可以跟你留一些 聯絡方式之類的阿 我要說 不好意思的 我手上都沒電什麼 真的就想說 算了 結果下一次 我又飛了不知道馬尼拉還是哪裡 結果我在飛機上 欸 怎麼又是B先生 他就說 欸好巧啊Honey 你這個名字這麼甜 在哪裡都會遇見你 我今天一定是最甜的一天喔 我想說 唉唷 怎麼會說三巧那不敢拍啦 B先生 也沒想太多 跟他聊起來又蠻夠明的 而且重點是因為他是台中人啊 會聊到一些台灣的食物啊 畢竟我住在香港 也是有時候會很想一些台灣的東西啊 然後覺得說 欸還不錯當朋友應該還不錯這樣子 我就留了like給他 結果過一兩個禮拜 我又飛了東南亞 結果B先生就問我說 你今天是不是要飛哪裡啊 我想說 欸你怎麼知道 然後他就說 我今天在你的飛機上喔 於是我後面稍微問他 才知道說阿姐或者是有其他空服員 跟他是朋友的話 他可以去查我的班表 然後他就知道我下一班飛什麼 他直接跟飛我欸 而且最聰明的是什麼 他選的班級一定都是 我到那邊會隔一晚再回來的 這就是跟蹤欸 這就是跟蹤欸 這就是跟蹤狂啊 然後我就覺得心裡有點creepy 就是怪怪的 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他稍微遠離好了 盡量把班換掉 飛歐美 飛哪裡 不飛這個東南亞 結果好死不死 我stand by 哇完了 東南亞 好啦 因為stand by 來回班沒有跟蹤 但他知道我飛那一班 他又迷我 啊你下飛機了嗎 我想說幹他怎麼又知道 我一出去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幫你們帶了一些 呃小吃啊跟咖啡啊 他準備把我同事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就覺得說 有點太多了 他就一直逼一直逼一直逼的感覺 然後之後又就說 那你有沒有要去坐一下聊個天什麼 就感覺說你已經沒辦法躲了 然後再來重點是什麼 其實他是有私人飛機的 他自己不搭自己的私人飛機喔 我就說你不是有私人飛機 你怎麼會搭這個飛機 他就說因為私人飛機其實是很貴 你要坐他兩個小時 可能就要20萬港幣 還要再加什麼稅啊保險啊等等的 他就覺得說飛這個比較有趣 他現在又有趣形容 是我太敏感嗎 我不知道啊 有你才有趣啊 屁啦 然後他就邀請我 就是跟他去旅行 直接果斷拒絕 直接封鎖 直接把那個班表全部block起來 人沒啦 BBQ啦 我覺得太多了 他可能想要顯示就是他很怎樣 比起A先生感覺 認識他的空服員 對他沒有這麼的好評 然後之後我還知道說 他是已婚男士 喔 B先生 冷靜好嗎 冷靜 大家都覺得說 那你剛剛講的就是有錢啊 怎樣你才能把空姐嗎 確實 是比較容易 但現在我要講一個精氣場的 這一位先生呢 我們稱為C先生 但C先生感覺是沒有這麼精彩 也沒有那麼瘋狂 這個C先生啊 基本上呢 搞不清楚他在做什麼 不過也見過他那一兩次 他永遠都是坐在經濟場 這個C先生 體貼 他絕對不會在你忙的時候 打擾你一下 非常知道空服員的流程 你們要追空姐 你們就是 不要在他 喔這個空姐來了 喔很可愛喔 等一下我在叮咚叫他送東西給我 他媽的老娘忙著要服 還要跟我告白 誰理你啊 你知道什麼時候找空姐是最好時候嗎 學生他出完餐 收完所有垃圾一輪之後 你再去後面找他聊天 那時候是最好時間 他都非常了解 然後對飛機上的大小事也算了解 表示這個人很常飛 你就是有時候空姐幫你倒飲料 啊你這個飲料喝完怎麼辦 我們空姐啊 收餐的時候 你吃完的飯盒 我們會把你的飲料 倒到你們吃完飯盒裡面 平平的放進去 你就不用再多一個東西來裝他啦 通常乘客不會做這個事情 但他就是知道 他整個吃完都幫你用平平好好的 他就空哨這樣子欸 然後你相不相信 每一個追女生或追男生 一定都有一個pattern 譬如說裝可憐嘛 就說我被我前女友情傷 或是我喜歡跟你一樣的東西 那他也一樣 有一次我旁邊的姐姐走過去 欸這不是當歸哥嗎 我說什麼是當歸哥 這個人很厲害 他每次呢會買在豪華經濟艙表演 當歸給人家看 他每次都會先買前面的艙 之後就會跟空姐說 可不可以幫我降等 看到後面那個婆婆啊 身體好像不是很舒服 我跟她換個位子吧 哇塞 演這給空姐看欸 就會覺得這個人很有愛心 對欸 然後空姐就對她有個好印象 就會感謝她或什麼 就多跟她聊天 我覺得她很有心機很有誠服欸 對她就是有謀略的 之後我跟你講她其實裡面就是有成功 我跟你講她成功的通常都是小菜鳥 我跟你講我發生這件事情啊 都是在我當空姐的前三年 喔她五年後都沒有人問了 我沒有當空姐我還真的不知道有這樣子的人 最後一個我來講一個我朋友的故事 他是跟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飛機上直接把我們賣duty free那一本打開 裡面的東西全部我都拿一樣給你們 啊以為這樣追到空姐是不是 空姐直接傻眼貓咪 超麻煩你知道嗎 空少或空姐他們賣免稅商品 他們就很像那種盒子啊 然後你們要把它堆疊 就全部要變成四方形 那這個卡裡面會把分三層 他就跟你出去看到人家推測一樣 所以你看到任何的商品 他們全部都在裡面 擺好的 你拿出一個再拿出一個 你忘了怎麼放回去 你就是放不回去的那一種 重點是 欸有時候還不知道東西在哪裡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不只當空姐 我們是飛機女工欸 客人買很多東西 後面開始加工起來 每個包裝啊怎樣啊 加工拿去給客人啊 哇 結果她那天弄完還要付錢 還要在那邊找 欸是哪一個對哪一個商品 找半天 這個人也很奇妙 他也不是跟他要電話喔 他直接把自己的演奏方式 就丟給他 全部都換一個 謝謝謝謝 因為還在飛機上你知道嗎 不能走出去 轉個頭算一下 欸對對對 我不知道這裡哪一出 就是飛機上就是有很多有趣的人吧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還有我的IGFB在這邊 就這樣 掰掰 我記得幫我按讚 我會想知道 我會想知道 到這邊 那一邊 我們晚上的時間 我會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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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否有甚麼 你幫我看看 你不要這樣